其實都是用LOG這樣的性質來解 不管是你常見的資料庫、大量裝置、分散式系統、統庫、訊息傳輸 甚至是前端的UI的framework 其實都是用LOG這樣的一個概念在設計 然後在架構它的軟體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是 如果你要是懂得LOG這件事情的話 你直接就打開一道真理之門 然後你就可以練精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樣設計一個軟體很好的一個系統架構 然後我要補充一件事情就是 這堂有主次稿 然後我剛剛已經貼在iR-C上了 對我剛剛吃飯的時候打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抓紐貝 或是你真的很想睡覺的話 看完它五分鐘就開始抓 超棒的,我真的是太貼心了 好,那我是Poga 那我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然後就在參與軍民 那錢,KTX,錢 對,這就是錢 不要一直講我,這是KTX 對,我現在已經離開了 然後現在自己在做自己的瀏覽器 然後再做一些分散式系統的研究 那接下來我會 我們剛剛提到很多很多的領域其實都有在用LOG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用一些例子來看看 LOG到底怎麼用 首先我們來聊一下資料庫好了 那資料庫 有人沒有聽過資料庫是什麼東西的嗎 可以舉手嗎 我要判斷一下 我要解釋一下 大家聽過的還好 那我們直接跳到第80邊 好,我先 那如果真的有人沒聽過資料庫不敢舉手的話 我快速想一下 資料庫就是 如果你有一大堆的資料 想要長期的儲存 而且要確保這些資料的正確性的時候 你就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 那資料庫本身提供非常多的工具來 幫你驗證資料的正確性 譬如說 如果你用relation用data base的話 它有一些relation的觀點可以設定 用primary key、form key這些東西 它可以幫你做資料的驗證 它可以檢查資料的得知 它也提供SDID、transaction之類的 幫助你在更新資料的時候 不會發生意外的狀況 那 你資料存進去了 當然也要查出來 不然存進去幹嘛 對不對 那 所以它會幫你的資料鑑定 方便你快速的存取 然後它也讀了一種SQL 它會跟你說SQL 所以很多人都會寫SQL 那 這時候就有一個 所以資料庫其實很忙 就是你隨便塞一個資料庫 它就要做超多的事情 忙到不行 那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要 你寫一行資料進去 它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我寫了一半 當機了 怎麼辦 那 你的寫了一半的資料 是不是就刮了 就沒了 那你的資料是不是就毀了 公司就倒了 你的薪水就沒有了 你的家就毀了 這類的東西 所以 這就是問題 就是它要怎麼樣避免寫入資料的時候 寫了一半就當機了 那 或是當機的時候 資料不要損毀 其實它做了一件還蠻單純的事情 就是 譬如說它現在要寫入一行一個ROG 上面這個ROG 某一個使用者的資料 它會再真正去寫入一堆很複雜的index 資料結構P3 然後做一些呈現性的之前 先寫一行ROG說 我要在某個時間 做影響最先更新 我要寫入這樣一個ROG 之後才開始做真正的寫入的動作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 相對於它後面要做的複雜 真正的複雜的操作 前面這個ROG是很單純很快速的一件事情 它可以先快速先記下說 我準備要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 譬如說記下這件事情 可能只要10ms 10ms可能不太容易在這10ms中當機 但是 記下後面的更新 假設你只要過慢一點 可能要花500ms 所以可能差了5萬倍 這5萬倍的時間 後面當機的時間就高了非常多 所以 它為了避免在後面這段時間當機 然後資料損毀 然後沒有一個依據說 我剛剛到底做了什麼 等它重新醒過來的時候 它不知道剛剛做了什麼 那你資料可能就死在一半 你就有一個奇怪的數據結構 在你的資料組織中 它為了避免這件事情 它就會先寫一行ROG說 我準備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應該真的應該去做 那 這其實就是一個LOG 它就記錄了一個 什麼時間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它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一個LOG 那在這部裡頭 叫做WriteLog 就是它在寫入之前 真正寫入之前 先記下的一個LOG 那它就用這個LOG 來強化它資料寫入的正確性 的正確性 要不會因為當機而死效 所以這是LOG 第一個 常常被利用的一個性質 就是因為它 它結構很單純嘛 就是數據條信息 到一個檔案 全世界都會 它寫起來很快 OS資源也很快 寫起來超級快 所以 它可以在做很困難的事情的時候 先寫一條LOG 這條LOG幾乎不會失敗 然後 接下來還去做那種可能 失敗的危險的動作 這有點像是一種 留一眼的感覺 就是當我剛才跳 我要準備跳 高空彈跳的時候 我先跟旁邊的人說 如果我掛了 我線斷了 請把我的流氧器 一直去刪掉 然後 我就跳下去了 所以不管怎樣 我剛剛說的是話 就有一個保險 我總有的人會記得 幫我把這個關係幾乎刪掉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這是自家庫的第一個用處 第二個自家庫裡還有另外一個用處 它會用到LOG 我們剛剛提到 資料庫做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它其實非常吃硬體的效能 硬體的效能 其實單台機器的效能 總是有一個上限 比如說你現在 單台機器可以買到RAM 它也是64G之類的東西 所以總有一天 你會需要多台的資料庫一起來 分散你的負債 讓多台資料庫一起來 更新資料 注意這麼多的運存 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當你有很多台資料庫的機器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確保資料庫之間的資料是同步的 我會說我更新了一台 第二台掛了 第二台沒更新到 然後就變成說 我第一台資料庫認為我已經買到票了 第二台資料庫說我還沒有買到票 後面一件票的時候用第二台 我就沒有票了 所以為什麼 怎麼樣避免 應該要怎麼樣 讓多台資料庫之間的資料 是同步的呢 其實剛剛的LOG其實很好用 剛剛我們提到 寫資料之前 它會寫一條LOG 然後再做真正的複雜的事情 其實我們只要把這個LOG 這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LOG 複製到第二台機器去 想辦法傳給它 告訴它說 我剛剛要做這件事情 你現在也來一起做 大家都依據同一條LOG 去做同樣的事情 最後就會變到 就會得到一樣的一個結果 它不需要把真正寫入之後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寫完之後 你可能得到的是一個巨大的Tree 一個巨大的什麼樣的東西 一個資料機構 你只要整個把這個Tree 傳到另外一台的機器 可能就花很多時間了 反而相對而言 你只要傳一條LOG 這只一行 這只一行 相對的很省事 很快 所以兩邊可以很快速的 就可以同步 這個技巧 我在Diabase裡面教我LOG 就是我透過把我要做的事情 這些LOG 傳到另外一台機器 來讓兩邊的狀態同步 所以這是LOG的第二個很有趣的性質 就是說 你只要把 你不需要把我現在的狀態傳給對方 只要把你要做過的事情 的LOG傳過去 它就應該得到跟你一樣的狀態的結果 好 這是先兩個人 可以暫停一下 我跟這個水 抓個一步 好 那我們剛剛講這叫酷 我們現在跳個領域 因為反正到處都是 我就跳了幾個領域 我們來聊一下Micro Service 這個應該比較冷 有沒有很沒聽過Micro Service的主手 真的嗎 有嗎 對嗎 有嗎 怎麼可能大家都聽過呢 好 那講到Micro Service的話 可能要談一下它的對立面 就是Moralease這種架構 那 所謂Moralease 應該所有寫網頁的 寫網站的 detail 都是這麼做的 就是你要寫一個網站 你就把這個站所有的東西 全部寫在同一個framework 同一個系統裡面 對不對 像是某archive 就很鼓勵這種東西 你這個空間都鼓勵這種東西 那 那它 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就是把你說的程式碼 都放在同一個系統裡面 它們都存取同樣的CPU 同樣的DiPad 同樣的硬碟 它們全部都共享所有的資源來利用 所以這樣好處是 這樣很好開發 因為所有的程式碼可以隨便的互相互交 它們都有一樣的存取空間 這邊寫了一個檔案進去 另外一邊就可以讀出來 方便都不行 但是這樣也有缺點 缺點就是 大家都寫在同一個地方 你要怎麼樣把它拆開 因為都糾結在一起了 假設今天有一個某一個部分 基本是特別運算複雜的一個部分 它把所有你的CPU資源都吃光 那剩下的功能全部都動不了 那你的網站就卡住 那這時候怎麼辦 所以有人就提了 Macro Service這種架構 就是把 把你的程式邏輯按照Domain來切一個 所謂Domain就是你的 應該說它的應用的範圍 就是說使用者登入登出 可能是一個Domain 你把這些東西切到一個獨立的機器 它們有一個獨立的CPU 有獨立的資料庫 然後他們登入之後可能交易 譬如說它的購物車 是另外一個系統 那購物車又有獨立的CPU 獨立的Dataway 然後後台的出爆表 可能又有另外一個獨立CPU 獨立的資料庫 所以他們之間就用一個固定好的 設定好的介面去溝通 所以它每個都有獨立的資源可以操作 所以你這樣系統的擴充性 就會好很多 而且不容易糾結 而且不只是系統上 這在團隊上也是有很大的好處 因為你可以想 你可以每 原本 假設你是一個購物網站 你全部都寫在一起 所有人就一起維護這個網站 那你現在把它切開了 變成你可以 我有一個team 負責維護使用者帳號的這個服務 另外一個team 負責維護購物車的經由服務 另外一個team 最後一個team 負責報表輸出這個服務 這個team可能不用很大 這個team可能只有一個人 但是他們可以專注在自己的領域之上 因為他不太需要在意 因為他的服務 跟其他的服務 溝通的界面都已經固定好了 所以不需要太在意其他服務 發生了什麼事情 要專心把自己的服務做好 那就好 甚至極端一點 像google之類的 他們team之間還可以 就像sars一樣 你用我的服務 你要付付錢 就變成說 所以我的服務做得很好 大家都來用我的服務 那我的credit就比較高 大家都來用我的業績就比較好 所以他對於團隊的切割上 其實也很有幫助 但是他也有缺點就是 其實你要維護的系統 系統的多樣性就多很多 所以變成其實不是很好維護 那你的維護的 你的系統 System Trader的工藝 可能要好一點 他有辦法處理這麼多 多樣的不同的 不同的系統開發的東西 但是這樣常見其實會犯一個錯誤 就是像右邊章圖這樣 就是如果你讓所有的服務 都隨便的去戳其他的服務 那最後因為都沒能管 他們最後就會全部都出來 都會去互相糾結 那使用者 我的服務 就隨便 今天要把我的輸入結果 傳給你三個另外一個服務 然後後來需求改 把他出來傳給第四個 然後第四個服務 又把他都把我傳給他的東西 又傳給前三個 所以所有人就全部傳在一起 然後你就變成到一個 切割過後的毛歐歷史架頭 就所有人還是都擠在一起 完全沒有分開 所以有什麼辦法去定義說 你的服務之間 到底要怎麼樣互相傳出呢 其實有一個比較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維護你的微博社會 一定要怎麼樣互相的溝通 所以有一個比較成熟的做法 是你應該在你的服務之間 架於Eventry 如果你譬如說 平常比較流行的做法 譬如你架於Gapache 它可以 你把所有的服務 都讓他們 他們的輸入 就來自於這個Stream之中 這個Stream就是一個Lock 裡面就記錄了所有 系統發生的事情 然後每個服務 就從去 去Listen這個系統發生的事情 上面的每一個事件 如果有他在意的事情發生了 那就把這個事情拿過來 處理一下 塞回去這個Stream發生的一件事情 譬如說一個例子 使用者登入是一個事件 有一個服務處理好 使用者登入之後 他就跟這個Stream說 幾點幾分 有一個使用者 叉叉叉叉登入了 如果有一個系統在意這件事情 比如說要處理這個使用者的驗證 比如說要判斷他是不是機器人 他就把這件事情拿進來 就說有誰登入了 那我現在去拉出他的資料說 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在登入啊 他是不是每一秒登入兩百隻 他可能就是個Boat 那所以我竟然可能要踢掉他 那如果我覺得我判他是個Boat 我就跟一個人說 幾點幾分 這又是被判斷了一個Boat 那後面處理 踢掉使用者的服務 可能就會看到這件事情 就把這個使用者踢了 所以這些服務之間 就不會需要 他們不需要知道彼此的存在 他是專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是我得到發生一件事情 我去做好我的邏輯判斷之後 把我的結果尋出去 他也不需要在意 輸出給誰 他只要輸出到這個Event Stream 其實他很自然會收到 所以這個Event Stream 這樣的架構 其實就是一個Log 因為Log 就是一個紀錄什麼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的一個結構 所以 中間這個Event Stream 就是一個Log 那 這就是Log的另外一個 很好的性質就是 他們像Unix提倡 Universal Interface 就是他覺得所有程式之間 都應該會自然溝通 Log其實也可以作為這樣幾種 Universal Interface 因為時間跟時間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幾乎所有程式都可以去Parse 反正大家不要 因為幾乎是存文字的東西 所有程式都可以看懂 所有程式都可以數一數數 很好理解 所以你可以用Log來作為 你服務之間的一個溝通的橋梁 好 我們再來跳個鯉魚 我覺得基本上這場POW 就是不停在跳鯉魚 如果你有聽不懂的部分 就捕獵 因為中後有沒聽過的地方 對不對 我盡量跳比較潮的東西 所以希望大家聽得機率比較高 好 好 那 現在來講這個issue 是前端的架構 這是一個很熱門的領域 每三個月就要重寫一次 那 那 如果你寫過前端 你應該知道那個Tone 就是 因為前端就是有無數的State要念 State要去處理 你的按鈕 就 一個按鈕大概就有四個State 沒被按下去 正在被按下去 按下去了 然後放開了 就四個 四個就有四個動畫 然後四個動畫 播到一半可能 比如說他按到一半的時候 他又再按一次 你要播哪個動畫 之類的事情發生 或是比如說 你按一個按鈕 他要去後面 他要去發一個Network Request 去拉一個資料回來 他按了兩百次 就要發兩個Request過去 然後你的程式的DOS 就會有一些很麻煩的事情發生 因為變化的狀態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狀態變化引發的就是接下來後續的變化 後續的其他的前連的副作用 比如說使用者的操作 使用者操作 比如常見的一個bug是 你按按鈕 按鈕的動畫來不及出現 使用者也沒按 他就多按二十次 然後你只有二十個動畫 站在那邊 然後二十個動畫就和在一起 使用者就覺得怎麼還沒動 就去按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你這就壞掉了 或是他放在那裡 因為過了很多久都發生 那按鈕不停的閃 不停的閃 因為他累積兩百多個動畫要播 之類的事情 那 前段很多動畫 然後再來 他還有不停很多很多的IRO 他可能要去網路上讀東西 他可能要從音節讀東西 這些東西 所以 他有很多資料讀取 這些東西都是非同步的 所以其實 你要處理這些State 都像是相當大的複雜 你光一個Network的客人 其實就有三個State 發送前 發送成功 發送期待 至少 如果你要去做Tencil 那就有更多State要處理 這都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 最後的結果就是 UI非常難重現Bub 也非常難提Bub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前面做了 使用者可能在遇到Bub之前 做了兩百個操作 這兩個操作 可能某一個操作 讓你的State 變化到一個 你不知道的 沒有預料到的狀態 給你發這個Bub 然後導致這個按鈕按不下去 然後使用者跟你說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前面做了某一件事情 讓這個按鈕按不下去 你不知道 你沒辦法重現 那你就沒辦法Dubub 所以這是前端的 苦惡到困難之處 所以 怎麼解決呢 有這麼多的狀態 一直在變來變去 一直在變來變去 到底要怎麼回復 那最近有一個 像Flux的家 我跟他的器器 Redux 還有一大堆器器 之類的東西 他們都提出了 一個概念叫 Unidirectional Data Flow 其實概念上就是LOG 意思就是說 你不應該讓你的狀態 剩一個隨便的切換 他可能這一秒 他可能 他可能這一秒是這樣 下一秒就是變到0.0.0.0 這樣非常難追蹤說 到底狀態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 UI的狀態是會互相牽連的 他可能 按一個按鈕你會影響到 其他旁邊的東西 以外的狀態 旁邊按鈕你就變成不能按 他這樣你不要這麼做 希望你就用一個LOG來表示 你的LOG就是 你就不停的記錄 使用者剛剛按了什麼 所以現在是在變成什麼 然後下一秒 他就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是從上一個狀態 變成下一個狀態 是什麼樣子 那 這樣子的好處是 你跟每個元件 就不需要去 記住自己的狀態 因為有分LOG幫他記住他的狀態 分LOG包含整個前端界面 所有的狀態 而且 他不需要去記住 從古到已經發生過的所有狀態 他只要記住前一個狀態 跟下一個狀態的差別 因為他只要知道 剛剛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所以他就可以推論出 那我現在 應該要顯示出什麼樣的畫面 那 這就是這個架構的好處 他就是把 他就是把 State這件事情 集中到LOG的頭 然後其他的郵件 其他的複雜問題 通通都不需要再去State 那 如果你有一些經驗的話 你知道State就是 萬惡的源頭 只要有松音State會改變 就容易有Bug出現 所以這個UniDirectional的結構 也是LOG 他就是用LOG的概念 而Panoni的概念 他記錄什麼時間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所有的 所有的元件都依賴這個LOG 來判斷自己 到底應該是是什麼東西 這樣你的前端架構 就會變得很好 這其實就是Redux 還有Redux 系列家族 其他Saga等等的做法 所以這是LOG的另外一條數 就是 因為他有Panoni 所以他其實很好去理解 裡面事情發生的前後瞬息 去像你的debarlog一樣 你debarlog 你很好理解說 前面這條訊息出來 下一條訊息是另外的訊息 為什麼 可以很簡單的推論出來 然後 而且你可以把State集中在LOG上面 你不需要去 不需要把它分散到各個元件之中 你只要 當你想要 重現一個Bug的時候 你只要看整個LOG 知道 所有State變化都在這裡面 不會有你不知道什麼發生 OK 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直接問 對 或是你要累積一起問 累積結束之後一起問都可以 好 那 我剛剛講過我今天挑比較潮的東西 應該沒有比這個更潮 對 最近很紅 恐怕不清 所以 有沒有 應該說 聽過區塊鏈這三個字吧 因為連什麼史安都有區塊鏈 應該沒有什麼不是區塊鏈 照相的 所以 講區塊鏈 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法來介紹它 其實 區塊鏈就是講 它就要解決一個交易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貼近人生的 剛剛就發生過 剛剛就是 大概十二點的時候 每個人都做一件事情 每個人都拿自己的貼紙去換便當 這就是一個交易 就是 你把一個貼紙拿去畫一條線 然後換一個便當回來 你推你的貼紙等於便當 但是 這就是 但是這樣交易就有一個風險 什麼風險 假設 你跟工作人員A換了便當 然後工作人員B不知道你換 他沒有辦法不知道你換過了 然後你就去跟工作人員B說 我要便當 然後你重複這動作 你可以把所有人員所有便當換過來 然後就變便當字 往所有人都要 這邊所有人都要 跪在你面前 所以 怎麼避免這個問題呢 就是這個問題叫做Double Spanning 就是說 你已經付出去的東西 不能再付給第二個人一次 這其實是一個很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單純 它其實是很會交易問題的核心 就是 你怎麼樣避免別人詐欺 像剛才的便當詐欺 就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 我如果把付出去的貼紙 再付給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沒有辦法驗證 我付過了 那就完了 那整個交易系統就毀了 那 像Q這裡的做法就是 在貼紙上畫一筆 因為你沒有 物理上的你沒有辦法reverse那一筆 你用立刻擺 它也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痕跡 你沒有辦法把那筆去掉 假設有什麼交我的 可以多領幾個便當 那 所以 但是很多時候 比如說你在虛擬的交易 比如說你線上的東西交易 交易的東西根本就沒有一個實體 我今天交易一個我 我用小畫家畫的衣服畫出去 然後 對方給我 對方給我一個他寫的一首歌 兩個都是虛擬的東西 你要怎麼樣在上面畫一筆 然後他還不會被消掉 對不對 你畫什麼我都可以趕回去 這時候怎麼辦呢 那 區塊鏈其實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的想法 他的解的問題就是 怎麼樣他全世界都認知 某一個交易發生 然後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去說 這個交易不存在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你要正式給他一個很正式的名字的話 他就要解一個Distributed consensus 分三式的共識的問題 怎麼樣讓全世界 所有分三式的 現在可能不在 因為你要 因為這問題的點在於 工作人員可能 剛剛便當為例 工作人員可能不是 隨時都在場 工作人員可能剛剛去上廁所 所以就算你用廣播的好了 就是說 有任何個你便當 你跟他說 你就看廣播 Polka剛剛領了一個便當 但是假設某工作人員不在 他就上廁所 回來他沒聽到這件事情 我就可以再跟他在領個便當 所以 他這個目的就是要解決 如果他有辦法 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 所有人的交易紀錄 而且所有人都可以驗證 交易紀錄是正確的 那就沒有辦法偽造這個交易紀錄 那就不會有詐騙的事情發生 那GYLN就是在這個 GYLN這個事情就是在這個上面 再加一層 就是說 因為這個交易力量可能非常非常大 每一筆每一筆驗證 那他就把交易紀錄 每一段時間的交易紀錄 匯成成一個block 所以他叫blockchain的block 然後這個block 他會替自己做好驗證 就是要加密的細節 我這邊不講 因為最近講 我可能要再講下一場 所以block會替自己做好驗證 他還會 他不只替自己做好驗證 他還會去驗證 之前發生過的block 所以每個block都再度強化一次 這個所有交易紀錄的強度 所以如果你想要偽造其中一筆交易紀錄 比如說你想要否認說 我沒有領過便當 你就要把整個blockchain 所有的交易紀錄 就是全中原院所有的便當紀錄 通通都偽造一次 你只想把偽造說 我沒有領便當 但是這樣成本又不合 你要去做這麼多這麼多的事情 最後只能到一個便當 這樣才會划算 所以就沒有人想要做這件事情 這就是區塊鏈的想法 那一樣細節我就不講了 因為這裡講不完 所以但是在District Consensus上 他這是一個非常 算是一個突破吧 這就是說 只要你大家都統一一份log 大家就有共識 然後大家就對於同一個議題 同樣的看法 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不會有詐騙的空間 聽起來很棒 聽起來好像社會問題都會用這個解 對不對 只是會不會有詐欺已經太好了 但是所以這研提出來就是 log agreement 就是大家統一一個log的存在 統一一個log的正確性 就有consensus 就有一個共識 社會就有一個 所有參與者之間 就有同樣的一個 同樣的知識的存在 那這概念 比嘉鋒它的開山主事 就是有一個演算法叫Paxos 可能有些人聽過 然後這個演算法非常紅 為什麼紅呢 可能倒不是因為它多麼的跨世代 實在是太難了 這也蠻難到 你光是把它寫出來 你就可以輸一天配合 Google就寫了一天配合說 我們成功把Paxos寫出來了 超強的 但是這個實在是很難 那它底下的概念就是說 它想另外把它定義了很多 說log是什麼 不知道怎麼樣成功的 把log複製到另外一個 其他參與者那邊 然後大家都可以認可這篇log 光這麼簡單的事情 它就寫了一篇很抽象的log 然後很難沒有什麼能看得懂 所以但這樣不行 這件事情這麼重要 它如果寫得這麼可怕怎麼辦 所以後來有一個後繼者叫rought 概念很像 它也是基於所謂的replicate log這個概念 就是說怎麼樣把log 傳給其他的參與者 而且其他參與者可以驗證 最正確性 只要做得到這件事情 就有concensus 所以它的論文標題都在這邊 它也就這麼寫 rought就是一個 用replicate log 用replicate log來做concensus 也算快 所以log這麼單純的一個結構 甚至可以拿來解這種複雜很複雜的 教育的問題 其實底下都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就是log的這個性質 就是log的紀錄了你 要做什麼事情 做過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都用同樣的一份log 大家就有共識 就知道 大家就對現狀有同樣的理解 就不會有誤差 就不會有詐騙 好 這裡一樣 大家懂我意思嗎 很吵 好 接下來是講大數據 這個東西 應該算是剛剛講過的東西 在台灣最吵的一個 因為它已經吵到自己的獨立研討會 對不對 前陣才剛剛在這裡辦過 那 所謂的大數據 那先 什麼到底什麼是大數據 這個東西應該跟區塊鏈一樣 大家都聽過 沒有十安大數據 讓你有 那 大數據首先要夠大 你的大可能要到 比如說配備等 起碼要一台機器裝不下吧 對不對 有些人 有些人 看過有些人說 你看我一個Excel檔面的數據 是大數據 然後就覺得 嗯 還蠻厲害的 好 所以它非常大 大到你一台機器裝不下 根本就沒辦法在一台機器裡面處理 那 這麼大的資料從哪裡來 它可能從 它基本上無所不在 它可能從使用者輸入的資料 可能是你的商業的文集資料 可能是你的物聯網的 物聯網 我有講一個很吵詞 物聯網的Sensor 收集而來的一些環境資料 溫度 氣溫空氣 然後 然後 或是現在 或是開放資料 好 看 或是外面來的開放資料 之類的東西 那 這些東西就有個特色 就是雜亂無章 每一個來源都有自己的格式 每一個輸入的人 當初在想什麼都不知道 有些開放 比如說一開放資料的人 有些就是那種 從 表格會成CSV 然後我們就看到裡面還有那種 合併儲存的系列 那 總之就是一團亂 所以 你通常要經過一個步驟叫ETL 資料清理的步驟 基本上就是 全名是 Strike Transponder 其實就是 你要怎麼樣把資料讀出來 心理好 塞回去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 一個 Machine Learning 雜民的一個工作 大概有70%都在做這件事情 剩下30%才是想一個好的模特兒 所以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非常難 非常的囉嗦 很多人都不喜歡 總會覺得我是 Beta Scientist 你居然叫我來清理 錯誤的資料 這對嗎 找光路生來 但是這件事情 不是那麼好做好 所以還是需要 專業一點來做 那你做完清理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做後續的什麼分析啊 尋找人啊 AI啊 等等 資料 其實不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樣 有效的處理這一堆資料 前面提到 這個資料不是小資料 不是一個 我寫個script 就跑 你寫個script 可以跑 可能要跑三個月 那本地跑完 事情都過了 沒什麼分析的 所以 你要夠快 要夠高效的去做資料清理 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 現在比較成熟的方法 就是你要建一個 所謂的Data Pipeline 這種東西 Data Pipeline 其實 大家都懂 你大家都用過濾水系吧 濾水 過濾水這件事情就是 就弄一個管子 然後把水從上面塞進去 然後中間經過一層一層的濾心 濾完 最後輸出來就是乾淨的水 那Data Pipeline 其實是一樣的想法 你就替Data做一個管子 然後這管子裡面中間就結上一層一層的服務 每一個服務去清掉一種雜集 比如說 一個服務清掉有零的 第二個服務清掉錯的 比如說那種編碼就不對了 比如說你要Youtube 你要要聽Data Pipeline的資料 裡面有Data Pipeline的資料 裡面有Data Pipeline的資料 你把它砍掉 然後接下來 可能第三個律星 可能是清掉Outlier 比如說你要那種很明顯 就是太誇張的例外 比如說全部的數字都是 全部的數字 理論上合理 合理範圍就是0到10 就有一個 你的問卷選還是0到10 就有一個99 你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所以你就把它清掉 所以這樣清理完之後 你剩下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去做分析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就是Data Pipeline 這個過程叫Data Pipeline 它其實就是一種Log 因為它Log裡面輸入的資料 其實也是一個循序的一個資料訊息 就是某一個時間點 有一個這樣的資料起來 每一個過濾的服務 都只要看現在發生的資料就好 因為它知道之前的資料 因為它是Apping Only 之前的資料 它已經處理過了 不需要再處理第二次 所以這樣的話 這樣的架構 可以把一個非常複雜的 一個運算的一個問題 變成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過濾的服務 過濾的一個服務 都要從頭到尾把資料看一遍 現在每個服務 只要看一遍 錢這一筆資料就夠了 因為它可以確定 剛剛算過的資料 不會再動 它已經流過去的資料 它就是做好了 所以然後後面的服務也可以 後面的過濾 也可以確保 也可以確定說 前面的服務 已經把某一件事做完 靠電話代理 這些事情 所以整個資料吸引這件事情 就變得非常的高效 所以 這次Apping Only 都算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性質 就是 它會把原本一個很複雜的 一個資料的問題 簡單化 每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 國籍單位 都只要處理眼前的這一條路由就好 它不需要太複雜的路由 這是LOG的最後一個性質 它是 它共性非常好 非常適合拿來做很複雜的問題 都可以由LOG來解決 我對你有拖映的問題 等一下我三個挖 因為不然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已經快要睡著 這樣大家可以提升 前面講了這麼多LOG的性質 如果你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一些東西 聽過一些東西的話 就已經知道我要講什麼 所謂LOG 其實就是一種 叫Determinate人的一種概念 就是一種 如果在哲學上叫做決定論 決定論就是說 你的人一生中 所有的事情 所有會發生的事情 都已經因為 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而決定好了 所以 你真的有 是有意志嗎 你不知道 因為 一切的事情 都是絕對的因果關係 都是有個理由的 所以你才會坐在這邊 你聽我講這些東西 然後沒有去抓成你老輩 這都是個理由的 這就是決定論 那 不要扯那麼遠的話 其實 系統 這種東西 我們是人造的系統 本來就是 我們當然是希望 它有一個 缺切因果關係 缺切因果關係就是 相同的過程 應該要有一個相同的結果 就是 使用者做了一樣的操作 得到的結果就應該也一樣 那這件事情 乍聽之下 你所當然 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容易 就可以產生 因為 有時候系統一大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 互相牽連的副作用 有時候你 做了這件事情 你想另外一個 或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 你就沒有辦法 預測接下來會發生 這些事情 那你就沒有 DMST的性質 你就沒有 相同過程 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這時候 你系統 就會很 就會非常難以維護 你完全不能預測 下一個系統 接下來會發生 一切跟樂透一樣 就是今天堵到它 它就會 它就沒事 堵錯了 它就掛了 這樣的話 這樣的系統 基本上就是一個 蠻災難的結果 如果你想要把 所以 如果你的系統 有辦法做到 DMST的話 你的系統基本上 就有很好的理解 很好Debug 擴展 或者掛感性 之類的都很好 然後就像前面講的 你不需要 我們 很多軟體工程師 誰被指定 是 Story對軟體架構 目的都是為了做一個 好過程 好理解 好迴路的架構出來 那 其實你覺得 追求的目的要是 一個Defense 架構 所以前面講 Log 就是一個Defense 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系統架構 可以用Log為中心 來描述 你的系統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加穩定的一個系統 那 所以 如果你接下來 要設計一個系統架構的時候 可以去試著找找看 就是 如果你可以先試著 你甚至可以手寫 我可以手寫 我可不可以手寫出 這個系統 每一分每一秒 到底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 這些英國文件是什麼 如果你不要表示出來 那你就距離 穩定的系統非常急 那 如果你Sense做的時候 也有非常多 現成的Log的系統 其實都可以做 像我剛剛提到老闆 去Kafka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是一個成熟的Log的儲存 還有發布的一個架構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 自己重建什麼東西 你就用它 對 這是我剛剛要講的 這就是我大概要 這次要講的東西 其實就是稍微科普一下 因為 我 怎麼講 大家都講技術 有些技術有些不技術 我覺得 其實有些東西 不應該是那麼 高深的東西 特別用一種 比較像說故事的方式 用科普的方式 去 讓大家聽聽看 不知道這樣 大家可以把你 那基本上 我現在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很感謝 莫卡精采的首課 那各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概可以開放 一兩個 這樣 我 那個我大規報告一下 現在旁邊有一隻 這個叫什麼東西 戴赫馬 戴赫馬 對快 你們先問問題 我抓一下 各位有沒有問題 真的要讓我怎麼專心抓嗎 我可以聽你問題 就是 我沒有這一隻 好我想各位大概 因為教堂的抓 神奇寶貝 所以大家可能 覺得私下再來 再來討論 順便討論一下阿余一隻 會比較好 那我們再次謝謝 波卡精采的研究 謝謝